哈囉我是滴妹 今天這一集非常特別 因為我即將要慶祝珍珠奶茶他們的一歲生日 因為珍珠奶茶他們是5月25號生日 所以我跟好味小姐就想要幫他們慶祝生日 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珍珠奶茶呢他們還有兩個兄弟 也就是本王跟橘皮 那他們是四個是同胎生的 那我們就想說 要不然就好味小姐幫珍珠奶茶做生日蛋糕 我呢則是幫本王跟橘皮做生日蛋糕 哇那珍珠奶茶是好命耶 真的很好命 啊本王跟橘皮呢 就先說說抱歉 好嗎 沒有好好做 我們將會把做好的生日蛋糕 就是互換寄給對方 然後讓對方的小貓咪吃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 好味小姐是一個非常厲害做貓仙石的YouTuber 想當然他應該也理解就是我對於貓仙石 不是這麼的擅長啦 所以呢他非常的貼心 就是設計了一個比較簡單基礎 又容易做出來很漂亮的蛋糕 的食譜給我就在這裡 那除了這個食譜他寄過來之外呢 他也把珍珠奶茶的生日蛋糕也一併寄過來了 在這個箱子裡面 那我收到的當下我就馬上開箱了 因為我必須要先把食譜找出來 然後先準備材料才能夠開始做這個蛋糕 所以我們先一起來看一下當時候開箱的狀況 好味小姐他們要給珍珠奶茶的蛋糕已經送到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它打開吧 我拿完食譜之後 我自己看完蛋糕之後 我還要再把它冷凍回去 然後再早一天拿給珍珠奶茶吃 好的 嗚 哇 還有畫的喔 這應該就是食譜了 然後裡面就是有 喔 他們最新出的那個貓普丁 哇 四包這麼多 好 裡面有的東西呢 其實就是 一個這個 一個這個 跟一個這個 模具 模具嗎 倒東西的 倒東西的組合 這個就是之後要給珍珠奶茶他們吃的 好 所以它就是裡面就是這樣 跟這樣 這樣 依照我剛剛看到的這個食譜呢 這個是容器 然後這應該是奶茶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珍珠 所以就是 給珍珠奶茶的生日蛋糕 哇 現在好味小姐真的 好用心喔 天哪 好的 所以好味小姐送我的東西呢 以及食譜我都收到了 那 我覺得必須要淨take一下這個食譜 當時候開箱的時候沒有拍B-roll 但是我覺得真的 太厲害了 太優秀了 你看這 畫的這個 這個蛋糕 根本就可以直接 你知道拿去店面賣的感覺 這是它手畫的嗎 對 這是手畫的 手畫然後還上色喔 然後這邊 右半邊這個就是食譜有 總共十個步驟 所以我等一下呢 就是會按照 好味小姐給我這些指示 一一的按照步驟 做的話呢 相信這個蛋糕應該 玩GP OK的啦 你們不要擔心 等一下 他自己做就好啦 根本還要你做啊 不是 自己做人 是 珍珠奶茶的媽媽 是為阿姨的這樣子的一個 生日蛋糕的這樣子的一個祝福 一個誠意啦 對 一個祝福 對一個祝福 不好意思 那好味小姐她準備給我的 就是這個三層三色的蛋糕 她也說要給我命名 我先做完 做完之後 我可能再想一個好一點的名字 接下來就可以寄出給寶丸跟GP了 那今天我們準備的材料呢 要用雞肉跟鮭魚肉 來去做這個三層三色蛋糕 那雞肉跟鮭魚其實這邊都準備好了 以及就是好味小姐她們的貓布丁 那接下來呢 就會用這邊的食材跟這邊的器具 來去把這個蛋糕塑形 那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把準備好的雞肉以及鮭魚剁成泥 那剁得越碎 它成品據說會越好看 MING PAO CANADA 4個蛋糕塑 在網上看 如果想不打開 Housing 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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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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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幹嘛? 傻笑的嗎?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至少你知道做出一個完整的這個樣子可以送過去 不過顏色上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再進步一點點 那最後呢我們的這個蛋糕還有一個小步驟 最後要一個點綴 也就是旁邊這一條小鮭魚 其實從剛開始一直做到現在 我就對這一條小鮭魚情有獨鐘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要把這個小鮭魚對不對 把它捏碎 蛤? 你不是情有獨鐘嗎? 怎麼把它捏碎? 沒辦法 你看這樣放上去 其實也可以耶 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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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覺得可以耶你覺得咧? 我覺得好會小姐會覺得你 滿成品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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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好會小姐原本是說他把它捏碎撒在上面 對 但是我想說這個它也是一個一歲的象徵 要不然我就自己來一個improvise好了 一個小小的這個 有一個創意發想 那最後最後最後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為這個蛋糕取名字 因為呢我想說它三層 又三個顏色 我就把它取名為三生三四 三生三四 是 是 三生三四 我愛你 耶 好 所以我們這個三生三四 我愛你 I love you 我們去披縫玩 我們的一歲 生日大快樂 那希望你們會很喜歡這一次滴妹阿姨幫你們做的生日蛋糕 希望你們吃完之後呢 也能夠每一年都健健康康的成長 那我們最後來個360度的展示時間 身為第一次挑戰貓仙石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非常的驕傲 也非常的成功 謝謝好味 好了那我這個三四三四 我愛你的蛋糕 完成之後呢 我會把它就是寄送到好味那邊 接下來呢 重頭戲來的 就是好味它也有寄珍珠奶茶的蛋糕給我 我接下來就是要把珍珠奶茶的蛋糕 準備給珍珠奶茶吃 那我們就看看他們會有什麼反應吧 好的我回到公寓了 那現在我面前呢 是三個樂扣樂扣 那裡面裝的是珍珠奶茶蛋糕的成分 那首先第一個 是它的本體 麵包長的樣子 我有點怕會不會 啊 因為它已經退冰了 所以我很怕 就是一碰它就會整個解體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杯子 的樣子 那接下來呢 珍珠跟奶茶就是這 珍珠 一小顆一小顆的丸子 超可愛的 就真的是珍珠的樣子 唉唷有人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再弄給你吃好不好 最後呢 就是奶茶的成分 那奶茶呢 就是有點像是那個泥 泥狀的 就是貓咪副食品那種泥狀的感覺 待會呢 這個就會變得比較液體 叫貓咪 啊不行還不能吃 所以現在呢 看來奶茶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們就要把珍珠完全擋住鏡頭 好 那我現在呢 就要把這個珍珠奶茶蛋糕 拿去蒸煮 再來趕快端給這兩個小孩吃 摸咪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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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珠 摸咪們 我的鏡頭 我的蛋糕 你們知道這是誰送你們的嗎 是好味阿姨送你們的喔 我已經在吃了 等一下 大家看不到 唉唷你吃的滿多都是 奶茶 珠珠 這裡 啊你要分給你這個珠珠啊 珠珠呢 她基本上有食物的時候 她都會等奶茶先吃完 她才吃 她的個性跟習慣就是這樣 所以她現在在看奶茶吃 她就會在旁邊 等她全部都finish之後 她再吃 好那這次呢 就是很開心能夠跟好味小姐 一起幫珍珠奶茶老闆玩橘皮做生日蛋糕 那在這邊也是慶祝她們一歲生日快樂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區裡面留下 對珍珠奶茶的生日祝福 還有如果之後有什麼想要看我跟小貓咪一起做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留在留言區裡面喔 那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分成兩份 讓珍珠跟奶茶可以平均的把它吃掉 那好味小姐謝謝你的蛋糕喔 你看奶茶真的很開心 好的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看得開心 那珍珠奶茶一歲生日也過得非常開心 那有什麼生日祝福想要跟珍珠奶茶講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記得我們每週六 晚週六點會準時上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漏掉任何一支喔 那我們今天下次見囉 珍珠奶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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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